出门在外一定要守规矩啊 夏天干活呢 咱们就得讲安全 眼下正是秋收时节 干农活的朋友们一定要当心 10月12号 在朝阳喀佐县的一处农田里 正在忙着收割向日葵的一位农妇 不小心掉进了农田的水井当中 接警之后 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营救 被困农妇坠入一口 深约7米 直径约1.5米的井中 井中水深约1米 井口周围被杂草覆盖 没有明显的井沿 被困人员生命体征平稳 救援人员用两节拉梯架在井口处 防止井口处人员坠落 一名救援人员携带安全绳救援腰带 进入井底 下降到被困农妇附近 经过简单沟通 确认没有受伤后 为他穿戴好救援绳索 在井上人员的辅助下 将被困人员成功救出 据了解 坠井农妇并不是当地村民 是被过来收割向日葵的 因为不了解当地情况 水井处也没有明显的井市标志 才不小心坠入井中 七米的深井 里面一片漆黑 现在想想都后怕 还好看这情况 人应该是没什么大事 这也算是比较幸运了 你想万一附近要是没有人的话 那后果岂不是不堪设想吗 所以有这种危险的井口 各位赶快查缺补漏 把这个井盖 还有这个提醒的标志 咱都摆上 对吧 别等危险发生之后 再去追究责任 再后悔那就来不及了